大家好,我是小琪 有花友想看我之前养的那个不开花的喝碗兰 那我养的它开花了吗 它不开花的喝碗兰 在我这养多少年它也不开花 你看底下它长得比我大腿都粗 你看这么粗的根筋 你看上边的一根这个就比我胳膊都粗了 而且一个叶子一米多长 高度呢现在五米多了 它能开花吗 能开花 但是在原产地啊 就是在南方啊 那个露天在中的话 开花的几率非常大 其实呢我们养这种的话 就是关键的 好多去我们去酒店里啊 去那一些大的地方 你看他们在客厅里或者在里边都是养这个粥 因为它比较耐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我们去买到把它放到那 放到一个不见光 室内不见光的地方 它去养上一年它不会出问题 养上两年也不会出问题 只要少浇水就行了 但是呢 但是你后期它的叶片就会枯萎 甚至长出新叶来发黑 这事都很正常的 因为缺光啊 想要养好这种东西 我之前是在盆里养的 当时养的也很好 现在呢我把它挪到地上了 因为在花盆里浇水跟不上 在地上呢直接漫灌就行了 所以说你们养护一定要记住多见光 什么叫多见光 夏季你也给它强光暴晒就行了 只要别缺水就行了 其他季节也别缺光 这样它呢根系才会长得好 叶片才会长得大 至于开花呢 它开花的几率比较小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去观花 观花呢去买那种小叶的 叶片比较小 开花比较漂亮 这种和黄狼呢 价格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但是开花的呢就比较贵了 一苗的话好几十块钱 我们去买一盆这种的话 二三十块钱就能买到 所以说如果想养想看花 就买小叶的 待在花盆里 待在地上就能开花 但是呢无论哪个品种的和黄狼 它都是不耐寒的 如果说待在花盆里 应该怎么样呢 记住哈 不要用樱圆土 也不要用深花盆 要用矮花盆 透气信号的错 我之前给大家养的时候说过 浇水的话 土壤干透浇透就行了 它的根的话比我们的指头都粗 浇水就按照这种方法浇水 肥料的话 你一个月一次 用通用的肥料 它就能够正常生长 想要快速生长呢 就要去用高淡的肥料 这样呢 保证光脑充足 保证别缺水 别缺肥 它就能够正常生长 只要总体温度不低于五度 它就不会出问题 这样就能够在我们室内 长年关夜 你看我这个叶片有多大 就这么震撼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七点赞 点关事再走